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9日 星期四 今天就... 其實很忙 其實我在想今天這段影片 會不會錄短一點 但是接著看到大家 都比較多問題 當然是回答完為止 對不對 有大家支持問問題 我就會講長一點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今天最主要是 因為這段時間 人手比較緊張 而且有同事 又生病了 又放假 亦都放假 所以今天就... 都很久沒有試過 很扯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近月放假 即是長假之前 很多台 都有些要幫他 做節目 做體驚 今天都有兩個 所以今晚大家在LOW 又會見到我了 剛剛就... 做了A-STOCK的訪問 很久沒有試過 一天差不多做了 六、七個節目 其實近年開始 我會選擇來做 很多以前做的 就會做 但是很多地方 如果你說新 可能有些地方想幫忙 幫忙做 那就真的要看情況 而且真的要看看 平台是甚麼平台 好像有些選擇 但沒有 因為時間有限 我自己都很想 用多些時間 做多些功課 有時自己都會想 現在做功課的時間 其實是少了 以前可能時間 會充裕很多 但現在近三四年 四五年左右 可能真的多了 夜晚 變成你真的 少了時間 或者照樣說 少了時間睡 因為夜晚有時 你可能做其他 打機 打機 你就會覺得 好像突然那條筋 看到美股跌 你又可能會看到 美股有甚麼消息 那... 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怎樣都好 大家支持 支持了這麼多年 我都一定會做足功課 跟大家再分享自己 提到好的事情 那... 先說回市場 其實市場 今天就... 我已經在路上了 我覺得算是這樣的 雖然很多人都好像覺得 嘩!市場 昨天破不了二晚 今天就回落了 但是... 又這樣說回 昨天那一刻 升幅其實是挺... 挺意外的 因為原先都... 可能是估計 即是叫我放假這段時間 那時都... 不會有甚麼的上落 甚至乎都覺得是... 雜負上落 那... 昨天那一刻是有驚喜的 那... 昨天升了三百多點 那... 那... 其實你記起一條數 今個星期都還可以升 那... 那... 但是... 你可以說... 那... 仍然在區間上落 即是一萬八千八 一萬八千八 一萬八千八 這個範圍上落 那... 其實它不破下面那個支持位 那... 上面又破不了一萬八千八 多少穩的話呢 其實... 其實... 某程度上... 那... 那... 反而這個情況是合理的 合理的 因為... 始終那個市都真的... 即... 你可以說... 大家都是等的嘛 等消息的嘛 那... 所以現在... 某程度上... 都是... 等一看有沒有進一步一些... 可能是當服償啦 或者內地方面通關一些的... 疫情啊 相關一些的消息線這樣 那... 所以... 預計明天的市... 其實都... 都... 不會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的了 你見今年的成交量呢 都只剩下大概是... 九百多億 那...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了 就是... 在昨天的時間啦 大概是... 12億左右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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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 那... 但是就... 應該... 那... 那... 那麼... 那... 港股的... 今年來... 那... 一個... 到現在的一時為止... 那麼... 那... 那... 今年來計算,港股這方面來計算 真的算是這樣 我又真的收貨 我覺得今年跌了一成多 其實今年真的算跌得少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當日市場跌穿晚五點那天 那時候如果這樣解釋一下 港股跌了三成七 即是三成七到現在 只剩下跌少了一大針 其實真的算是這樣 那下年的市況其實有點難估計 不過我又覺得給我多幾天時間 接著那幾天假期 我都會再想一想 市場有什麼大家要關注的地方 因為現在這樣想的話 都不外乎都是美國那邊的經濟狀況 還有就是內地的疫情 經濟狀況這些事情 但我想是有沒有一些 我想漏了 我經常覺得 有時候分析一些事情 我很擔心想漏了 近一兩年 真的很擔心想漏了某些事情 而令到出來的結果 可能是不得準確 所以有時候你看過我 很多版塊 我會不斷看完資料 不斷看回看它 尤其是這一段時間 復償的那些版塊 就是為什麼 NY說我轉得快 其實我是因為看了很多資料 是真的要看的 但是看完之後 這一段時間 又似乎重蹈回覆設了 明明覺得 好像復償都不太平坦 但又沒有估值 1970 等下再和大家分享看 但預計 明天應該不會太大上落 市場 那接下來 大家明天 都可以看看 買東西 就不太建議 除非 一會兒 等下 這段影片之後的時間 有些突發出現 如果不是 按道理 大家都是 可能 有些貨底的 先拿著 那沒有貨底的時間 大家不如 再等一會 不如回答大家的問題 先回答 NY 提及到 1970 會重蹈 1138的複設 又賺很多 變成要到虧 我這個說法 很多股份 因為我真的 大家都知道 看我的影片 很多都知道 我真的擺 我又覺得 有時候 我買來擺 擺 所以 有時候 經常發生 就是 買完股份 你擺 變成 一層升上 那一層 你吃不到 接著都回到 但大前提 就是 究竟這些版法 這些股份 升完後 究竟是 硬花一現 還是 還有 升浪 會來 這些 對於 1970 就是 IMAX 這些股份 你計算的話 我覺得其實是 還未升完 我覺得 我會給一些耐性 我會再觀察 它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我買入價 其實是低的 我記得好像是 六個五號多 六個五號半 我又會暫時先拿去 現在帳面上 說真的 跟之前 那位比較的人 沒有了五分之四 一個賺幅 但是 如果我覺得 他們的股價 是未升完 那 我又不會 立免沽他們 因為我自己 也挺相信 一件事 就是 我當你炒復償 或者這樣說 如果復償 不如預期 之後的時間 又再爆 好像有內地這樣的情況 那 他也 中會中會的一天 可能是爆完的 但是 看起這件事 如果我會覺得 那 你要看短線一點 那你有快要過假期 新年 另外有快要過春節假期 那 按道理 那 看起也是一個 叫做娛樂消費的活動 我又會覺得 怎樣都好 這些辦法 應該是會有些反彈 至少和上年同意相比的話 我覺得 那個彈幅 那個叫做 那個收入方面 或者那個叫做 人流的方面 一定會更厲害 那 但是 有個現象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因為內地的經濟 其實應該真的 跟之前比的話 差了一點 所以當你現在 阿凡達 可能 阿凡達爾 一張票價 可能是二、三百元的時間 內地很多人 開始覺得是負擔不到 變成 一些限制了 他的票房的收入 所以阿凡達爾 內地的票房收益 即是一些初倍的估計 的話 是比預期中低的 但是 最更新的消息 就好像暫時未見到 因為我看到很多報告的資訊 都是一個星期之前 好像沒有更新的 更新的 那麼 做觀察吧 但是你說 一、三百元和一、三百元的情況 有些不同 一、三百元我會等 一、三百元我覺得 其實是可以等 但是一、三百元的情況 為什麼 不一樣 事源 就是因為一、三百元 即是中遠海能 其實他的問題 就是 你看到運費價格 是不斷地向下跌 這是跟我預期有很大的落差 甚至乎 你可以說 他雖然好像我之前那樣想 是上去十萬元一天 但他回落的出道 是沒有想過這麼快 好像完全是升完之後 一站就玩完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說 游運市場 是不是這麼差呢 我又覺得不是 其實你等一下 弄一下他的價格 他大概是五個嵐 即是下去六元樓下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那時候做節目 我都說 現在這一刻的運費價格 其實是不值得他升那麼多 他反而會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你看到五個嵐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合理的 真的合理 所以反而突然跌到六、五個多的話 其實可能我會加住 因為 我想這一下 我當是相信自己的眼光 即是等於當日的3.6元 那他的股價也曾經 由高位計 跌得很厲害 那一刻我還支持了 但是這一轉 其實說真的 我會覺得 還是要看自己的眼光 所以如果他再跌的話 可能我會加少了貨 最主要看下年那個運費價格 有沒有機會有些反彈 因為 如果你以我之前的研究所得 的話 整個油運市場 是不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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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要當日經濟復甦的時間 其實運油船是不夠的 那現在為什麼好像 運費價格上不到呢 第一 可能擔心經濟的狀況 因為需求弱了 第二 就是因為俄羅斯那邊 是禁止運油 那會令到一些油 因為你禁止運油的時間 你的油產產品少了 變相之 運油的船的壓力便會舒緩了 那這個是那個情況 不過 如果我們經濟復償的話 無論如何都好 公不認購的情況 一定會出現 所以我對於11300 其實看法是失望的 你也可以說是很失望 但是也對自己失望的是 因為是我自己看錯了 我自己看漏了的東西 但是 沒有啦 那我又會覺得 既然持貨幣又不算 十分之多 那 如果再跌的時間 先考慮一下 加不加處 不過 坦白說 因為明天只有一個假日 那應該明天就什麼都不做了 尤其是本身 我都說 我一向都不是經常買的 我都是 可能 想到一些東西 覺得我家裡才活買的 所以 也是 我想 我剛才說 加著也好 不會這麼快 可能等假期回來之後 再想一下 怎樣做法 這樣 那 老朋友問 這個 257 那 麥森已經問956 問135 跟這個 然後我進入了257 那我先說回257 那 首先我也很感謝這位朋友 都還記得 我曾經推介過這個257 不過都真的很久以前的事 其實 其實你說 我印象 257 是我當日 轉過來 要採 大概十年前 大概 十年前 大概 十一、二年前 那時候 他分刊說了 我跟大家說 這東西可以的 因為當年 我也 花了很多時間 研究這個 垃圾發電 這個板塊 當年 那時候 我很記得 那時候 三個月之後 那句 我沒有買的 我真的很少買股票 很多時候 我和大家分享 那 之後 那時候 好像是去 佐敦分刊 我記得 第一次 那時候 有些朋友問 我當時聽說了 有些人問 有些人問 有什麼股票? 我覺得是說這個 其實之後 是真是 很幸運 說完之後 還可以 那些市場 去到 11、12元 但是 當時 亦都這麼說 當時 我還覺得 OK啦 那板塊不差 但是 真是好記不上 之後很快 到幾年前的時間 他的股價已經是差 甚至乎 之後公司 公股 然後 股價 就有一層不起 事實上 你說 垃圾發展這個範疇 內地的發展空間 是大的 257 也是叫做龍頭 很厲害 但是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 這個板塊 他們的資本開支 太多 太高 令到他們的負債 是一個大問題 你看到 257條數 其實他們的利息開支 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 這個也是死症 所以近年 你看到他們的業績 其實不是算是 鼻鼻青 甚至乎 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是差 但是 只不過 股價也回了很多 現在的價錢 是一個合理價錢 但是 你問有沒有機會 有些要重新 都很視乎 內地方面 究竟有沒有政策 真的要去扶持 所以 你買257 其實我沒有什麼意見 它的價錢 也很低 其實不知道 還有另一隻 371 不控水母 幫水母又是全國最大的 水利公司 但是 負債高 奇高 極高 所以這些產業 是很可憐的 其實我程度上 以往 為什麼257 會這麼可憐呢 因為競爭問題 很多公司 用一些很極端的價錢 真的要頂難市 用到很低的價錢 去搶那些項目 但那些搶的價錢 基本上是虧錢的 虧錢都不要緊 他們照做 為什麼呢 騙政府補貼 所以 這些生意很難做 很難搞 但257 通知可以說 行業可以 公司不太差 不過 真的要 除非一些政策的推動 如果不然的話 257 股價要上 不太容易 另外 956 和135 新天路色能源 這兩隻 又真的 嚴格上 我沒有什麼研究 例如956 好像是用一些環保方式發電 但是 你當它用一些 天然氣的那些 但是 那些成本很高 變成 不是那麼容易做 但現在的內地方面 可能炒了一些 新能源的範疇 就變成炒了一下 但這些 就要小心一點 135 是氣的 好像是 LPG 但它會做一些 是時候要去勘探 兩條腿走 那 我對它的研究 也真的不深入 所以 不好意思 如果你問我的話 兩隻 我又會覺得 暫時 給我一點時間 先研究一下 研究完作答你 好嗎 那2380 2380 今天也有很多問題 因為股價 也真的有很多問題 但 我會這麼說 股價昨天升得很厲害 今天 也挺著 至少沒有什麼大回 剛才提到的 內地 真的要扶持 綠色能源 對它們的板塊有幫助 政策改變了 也有幫助 還有 有些說法 廣東省這一邊 有一些改革 也有幫助 但 有件事 其實2380 近年來的 就是轉為環保能源 那 行不行 就不太知道 要等業績 但是 炒了 氣氛 不過 股價 這幾天的時間 衝了上去 好像 升不穿 3.5 我記得 它的位置 好像 有些 大些 的 位置 好像有些 明顯的阻力 等一下 我按一下圖 好像是3.5 3.5 這個三年圖 我記得是 它的價格 升上去 不是 應該是 3.3 3.3 就是3.3 那些位置 很少有大阻力 所以 如果短期 看到它破不了這個位置 破了位 但站不穩 不如考慮一下 減一減榜 減一減榜 我想這隻 太短 所以大家 真的要玩這隻股份 要很小心 記住 真的很小心 最後 Tesla Tesla 今年以來 跌超過七成 很差 很差 很多負面消息 還有Eon Musk 那些 拖累 其實 講到競爭帶 應該在這段影片 我想在過去很多影片 都跟大家分享過 覺得真的很差 很差 那 但是 但是 如果大家要買的話 不反對 這些位置 其實 駁它反彈 我覺得是直駁的 因為 Tesla 也好 蘋果也好 這些股份 真的你可以說 爛船也有三分跌 即是 如何差也好 它有它的價值所在 當然 Tesla 便宜還是貴 沒有一個準則 因為 以往的時間 即是當你的市場 旺 那些車賣得很好的時間 貴一貴 也有人買 例如 128倍PE 甚至1000倍PE 那些人不理 但是 現在 市場 可能會覺得 PE這麼高 這麼貴 那 這些就算了 這些 那些 即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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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面的東西 反映了沒有 有機會沒有 但是 這些價錢 我當你現在這些價錢買 你放回一年半載 目前 按道理 應該怎麼會有賺 所以你問我 我呢 反而不會去 我會去去 蘋果公司 蘋果 其實 蘋果是這樣的情況 是很差 好像有很多負面的消息 真的 但是蘋果就是 它本身的生態系統 就是iTunes 那些東西 其實對於它的未來發展 那幫助很大 其實它為什麼要去做 做車呢 就是網前途上 就是說 你有一個很厲害的 Big Data 你有一個很厲害的 Data Base 你有很多人的 Information 其實你變成 你很容易 可以將這些東西 你趴在車上 就是你變成 在車上 有很多互動的東西 就是有很多互動的東西 等於你 Tesla 其實你想一下 Twitter 和Tesla 就是 車和Twitter的東西 有沒有機會可以 用在一起呢 有都不足為 就是 我當假設 假設 假設 他可能有很多 飲食的帖子 就是這樣 那 其實你經過某些地方 可能會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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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 當Ciri的朋友 跟你說 我有個建議 哪裏 你去哪裏 有些地方 有些東西吃的 你可以試想 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說Tesla 或者Twitter 我覺得是有一些 我想它覺得 有些相同的效應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我真的要靠估 我這麼厲害 如果猜得到的話 應該可以幫它 但是 但不是 我觉得有什么效应 其实苹果也是 苹果的资料一定比Twitter更多 你想想,你买Apps 你可能用Apple的产品 你看到什么 全部都是合不一确 所以我认为是有这样的因素 只不过纯粹说价 价钱是便宜 而且苹果有一个优胜之处 所以苹果是有兴趣的 苹果是有兴趣的 Tesla是有兴趣的 好了 今天就觉得比较详细 我和大家聊聊天 就这么多了 我会和这几天的时间 有时间就会听回来 956和35再做些分析 可能下星期的时间 和大家再谈回情况 今天就先说了这么多 大家有问题的话 也会再留言给我的 那我们就下星期 明天再见 拜拜